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如何启动黄金圈思维》。 什么叫黄金圈思维呢?简单来说,它要求我们按照为什么,怎么做,是什么这个顺序来表达或策略。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请注意,这是一套跟我们的日常思维习惯相反的逻辑顺序。 你看,平时咱们如果要给别人介绍一款产品或者一个方案,是不是经常会先说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再介绍它是怎么样的,最后再说它为什么是这样的。 在销售、推广、演讲等等很多场景里面,你可能都见过这样的表达顺序。 但黄金圈思维要求我们把这个顺序反过来,先说为什么,也就是你的目标、信念或愿景,再说怎么做,也就是计划路径或资源,最后再说具体的做什么或是什么。 比如,苹果公司在推销他们的电脑时会这样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突破和创新,为了改变世界。 我们坚信,应该以跟别人不一样的方式进行思考。 我们改变世界的手段就是,创造出设计优美、使用简单、上手容易的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设计出了这款最棒的电脑,你想不想试一试? 这其实就是黄金圈思维的一个典型应用。 这个例子出自本书作者、著名营销专家西蒙·斯涅克的一场TED演讲,叫《伟大领袖如何激励行动》。 在这场演讲里,斯涅克向人们揭示了一个秘密,那就是那些善于激励人心的领袖,他们的思考、行为和沟通都是从为什么开始的。 这也是黄金圈思维最关键的一个特征。 斯涅克的这个发现不仅是来自他对于全球众多知名领袖公司创始人的公开演讲的研究,也是源于他自己过往的一段痛苦经历。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对工作丧失了所有激情, 身边有不少人劝他,跟他说,做你喜欢的事,找到你的快乐,要有热情这些话。 但是作者感觉,这些话虽然都对,对自己却并没有产生什么帮助。 那后来是什么改变了他呢? 作者说,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就是,他想要激励人们去做能激励他们自己的事情。 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为改变这个世界做出贡献了,这个为什么成为他人生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带着这个为什么去做事,他发现,自己不仅重新点燃了对工作的热情,还拥有了更明确的方向,能够更好地在各种选择之间做出判断。 后来他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大量观察发现,从为什么开始,进行思考表达和决策,还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益处。 比如,帮你从别人那里收获更多的信任,还有,让你比竞争对手更有远见,获得更持久的成功。 这些发现,被他总结为黄金圈思维,并在泰的演讲里面做了公开的介绍,反响很热烈。 后来他又做了更多的研究,写了一本书,叫《从为什么开始》,我们得到听书也为你解读过。 但是很多人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他们没法启动黄金圈思维,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为什么。 更具体地说就是,他们很难找到自己行为背后的信念或内在的动机。 所以西蒙斯尼克和他的两个朋友戴维米德·彼得·多克尔又出了这本《如何启动黄金圈思维》。 书里不仅全面地介绍了黄金圈思维的原理,还给出了详细的行动指导,以帮助人们找到自己的为什么,启动黄金圈思维。 接下来的音频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来说说黄金圈思维的原理和应用。 第二部分,咱们来说说如何启动黄金圈思维,打造出你的专属黄金圈。 第一部分,首先我们来说说黄金圈思维背后的原理。 作者给出了来自生物学的依据,当我们俯视人类大脑的横接面的时候,会看到大脑的两个主要功能区。 在比较靠外的位置是大脑皮层,它负责理性、逻辑思考以及语言功能。 而更往里一些的是左右两个边缘脑,它们负责我们所有的情感,比如信任和忠诚,也负责所有的行为和决策。 我在文稿里面放了大脑主要功能区跟黄金圈的对照图,你可以点开看看。 作者指出,如果我们跟一个人交流的时候,从黄金圈的最外层,也就是做什么开始,那你其实是在给大脑皮层传递信息。 它会去理性地分析处理这些信息,却不足以激发人们的行动。 而如果我们从黄金圈的最里层向外展开,也就是先说为什么,那么就能绕过大脑皮层,直接跟控制行为决策的边缘脑对话。 这就更容易刺激对方的情感共鸣,激发他对你做出回应。 作者举了个例子,就是1963年夏天,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特区的演讲。 当时有25万人聚集在那里听他的演讲。 这个事咱们都知道,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事有点奇怪? 马丁路德金不是当时美国最伟大最有名的演说家,也不是美国唯一一位在民权法案实施前遭受歧视的人。 当时没有互联网,他也不可能发个推特广而告知,但是却有这么多人在炎炎夏日里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听他讲话。 作者说,这是因为马丁路德金没有到处宣扬美国需要改变什么方面,他只是去不断地强调传播他所相信的那些事情。 这样他就吸引了那些跟他有同样信念的人,而这些人又会把这个信仰传播给别人,汇聚更多的人。 所以,这25万听他演说的人并不是为了马丁路德金去的,而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去的。 他们追随的也不是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信仰。 马丁路德金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演讲叫做我有一个梦想,而不是我有一个方案。 所以,到这里,如果要概括一下黄金圈思维的原理的话,那应该就是绕过信息,直击信念,绕过理性,直击感性。 那么,我们该怎样应用黄金圈思维呢? 我自己在最初接触到黄金圈思维的时候,感觉他的应用范围非常宽泛。 按场景分类的话,像演讲、沟通、销售、管理、求职等很多场景都适用。 按使用主体分类的话,个人、团体、企业、组织都可以用。 但是这样的话呢,好像让人感觉,对于具体怎么使用它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本书作者也注意到了大家的这类困惑,他给出了一个很巧妙的思路,那就是把黄金圈思维的用途分成两类,一类叫工具,另一类叫拼图。 先来说工具,我们知道,很多工具都是围绕着一种核心功能,可以衍生出多种用法的。 比如,锤子的核心功能是给外界的其他物品施加压力或冲击力,而它的用法呢,可大可小,既可以钉钉子,也可以凿墙, 还可以用来建一整栋房子。 而黄金圈思维这个工具也是类似的,它的核心功能是帮助使用者更有效地影响或改造外部世界,包括外界的人,观念或环境等等。 围绕着这个核心功能,它的用途也是可大可小,我们可以借助它更有效地向人传递自己的想法,或者在面试中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或者可以用它来设计演讲,激励团队等等。 企业家可以用它来激发营销活动的灵感,也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企业文化等等。 总之,围绕一个核心功能可以衍生出多种用途。 下面看几个具体的场景。 先说演讲这个场景啊,得道平台上有一门课,叫《怎样成为演讲高手》。 课程主理人王宇豪老师就讲到了黄金圈思维模型。 他说,这种模型特别适合用来做一个产品介绍或者项目的演讲,并且如果在这三个圈里能各加入一个故事,那将是一个杀手级的演讲。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的是2015年,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在清华金管学院做的一次中文演讲。 他说,今天我想讨论改变世界的话题。 然后他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自己为什么要做Facebook,为什么想改变世界。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如何改变世界。 扎克伯格认为关键是专注。 第三个故事说的是做什么,他呼吁大家向前看,不要放弃,要一直向前看。 最后说,你们可以成为全球的领导者,可以用互联网影响全世界。 这就回到了改变世界这个主题。 他就是这样用黄金圈思维把一个宏大的主题诠释到位的。 说完了演讲,再来说说面试。 作者在书里说了一个真实的例子。 一个应届毕业生艾米利到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应聘。 面试官想确定艾米利是否适合他们的企业文化以及如何应对压力,就问他。 这个岗位有很多杰出的应聘者,你有什么优势是他们没有的? 艾米利想了想说,在谈论我可以为贵公司带来什么之前,我想先谈谈每天激励我起床的动力是什么。 我努力帮助他人做最好的自己,这就是激励我的动力。 根据贵公司网站的信息,我觉得这也正是你们所秉持的信念。 那么,我有什么理由不来申请成为贵公司的一员呢? 这句话激发了面试官们的兴趣,他们不再翻看手里的简历,纷纷抬头正视他。 接着艾米利才开始了更常见的自我推销套路,谈论自己的规划和技能。 艾米利采用的就是一种从为什么说起的黄金圈思维, 这让他跟面试官的大脑边缘脑,也就是决策脑去直接对话, 让面试官的直觉告诉他们,这个女孩适合这家公司。 后来艾米利也的确很快就被通知录用了。 黄金圈思维还可以作为一种沟通工具。 我之前看到一个有趣的案例,是一位叫做何晓英的亲子教育专家在他的书里写到的, 说的是,年轻的家长们跟他们的父母在育儿问题上经常存在观念冲突, 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黄金圈思维来进行沟通。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的是,孩子到了该善幼儿园的年纪了, 外公坚持要选离家远的名校,但妈妈希望就近选择,一天不同意。 这个时候就可以按照黄金圈思维分三步来沟通。 首先是说为什么,妈妈可以这样对外公说, 爸,我知道您特别关心孩子的教育, 咱们都希望他能上个好幼儿园,顺利地度过这三年。 诶,这就是在明确目的统一战线。 接下来再来说怎么做,也就是把双方的想法讲出来,同时要表示理解。 比如,你可以先肯定一下外公说的名校的师资好这个观点, 然后再提出自己关于校车安全问题和接送时间成本的担心。 最后,对外公对家附近幼儿园师资质量的顾虑也要表达出理解。 接下来说具体的行动,比如你可以提出, 下周跟孩子爸爸一起去周边的几个幼儿园考察一下, 也问问上过这个幼儿园的家长,看看师资和质量怎么样, 纵向对比一下比较远的那所名校, 最后再回家跟外公一起做个综合判断。 像这样,按照黄金圈的三步进行沟通, 有助于双方在统一战线避免冲突的同时, 找到下一步行动方案。 好,上面咱们说的是黄金圈作为工具的用途, 下面再来说说黄金圈作为拼图的用途。 拼图这个词可以分两层来理解。 首先,黄金圈内部有三个部分, 把每一个部分都看成一块拼图, 这三块得能够拼在一起才行。 意思就是,一个黄金圈的内部要保持一致性。 比如一家企业要想基业长青, 你的怎么做和做什么就不能偏离最开始设立的那个位置。 就好比,假如一家汽车企业最初的愿景是造老百姓买得起的车, 那你后续就不要突然搞出一个主打高端奢华的产品线。 如果你一开始说自己是要通过创新改变世界, 那后续就不要急功近利, 通过盲目扩张来圈钱。 类似这样的例子, 其实说的都是,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 如果我们能把它的为什么说出来, 就能把无形的企业价值观变得有形化, 这就形成了一块拼图。 而企业的战略规划, 管理决策也能够围绕着这块拼图跟它对接起来, 变得更加清晰。 黄金圈作为拼图的用途还有第二层意思, 那就是,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这块拼图长什么样子, 那你就能够更容易地筛选出那些跟自己的拼图相契合的人或组织。 树里用了一个有意思的比喻, 如果把一家企业比作一棵树, 它的树根和树干代表了它的起源和根基, 它的树枝上有很多鸟巢, 这些鸟巢就是依附于这棵树的团队, 每个鸟巢里都住着很多的小鸟, 就像是相互依赖的家人。 作为职员, 我们了解自己的为什么, 是为了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棵树和那个巢。 作为企业, 我们了解自己的为什么, 是为了吸引和筛选适合自己的鸟儿。 而企业内部的每个团队, 也就是树枝上的每个鸟巢, 也需要说清楚自己的为什么, 这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企业的愿景, 另一方面也是确保自己的巢里招来的都是对的鸟, 也就是那些能够跟团队的为什么产生共鸣, 并且通过有效合作, 为实现企业的愿景做出贡献的人。 好, 说完了黄金圈思维的原理和应用, 接下来我们说说如何启动黄金圈思维。 首先要明确, 在黄金圈思维当中哪一部分是最难的? 作者指出,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比如我们销售的产品, 所提供的服务或所从事的工作, 有一些人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做的, 比如那些让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优势或计划等等, 但是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自己是为什么而做的。 有的人可能会说, 当然是为了赚钱啊, 但作者强调, 钱并不是激励人们的动力, 我们要找的为什么是比钱更深一层的内在动机, 是驱动每个企业运转, 每个个体追求自己事业的目标, 理想或信念。 每天听本书为你解读过的内在动机这本书就告诉我们, 内在动机具有比金钱名望这些外在激励更加强大的力量, 当我们基于内在动机做事, 而不是被外在力量强迫时, 才能获得真正的自主和持久的幸福。 对于企业来说也是这样, 作者认为, 虽然短期内利润驱动型组织可能会领先于价值驱动或信念驱动型的组织, 但这样的成功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长远来看, 他们无法获得忠诚信任和创新, 这些是有高级目标的组织才能做到的。 但是在现实中, 很多企业或个人都发现, 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内在动机, 也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为什么。 这是人们在实践黄金圈思维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最大难点。 所以在这本书里, 作者探讨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如何找到你的为什么? 书里给出了三个主要的步骤。 首先第一步, 收集故事。 这一步要求我们从过往积累的经验, 接触过的人经历的生活当中, 挖掘那些最深刻的记忆, 那些决定性的时刻, 把它们收集起来。 这样做本质上是在帮我们把当下的自己跟过去的自己重新建立联系, 去挖掘那些塑造了今天的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 拿作者的一位朋友举例, 这位朋友曾经凭篮球拿到了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后来因为读饮和酗酒, 不仅丢掉了奖学金, 终结了大学生涯, 也毁掉了他的梦想和自我认同。 后来他在一家酒吧工作, 仍在毒瘾和酗酒的泥沼中苦苦挣扎, 也想过自杀, 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天他下班后开车回家, 看到一个小女孩正在路边卖柠檬汽水, 往常他不会停下, 但那天他被一股莫名的冲动驱使着, 把车靠边停下了。 他向小女孩要了一杯25美分的柠檬水, 而在小女孩回去拿汽水的时候, 他把放在汽车杯座里边的所有硬币都掏了出来, 这些是他在工作中攒到的所有小费, 有将近40美元。 在小女孩把柠檬汽水递给他的时候, 他抓起一把又一把的硬币, 放到他小小的手掌中, 每放一把他都能看到他眼中流露的喜悦。 那天作者的这位朋友驾车离开的时候心情很好, 但这之后发生的事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 有一股幸福而奇妙的情绪溢满了他的胸膛, 这种突如其来的感觉甚至让他流出了眼泪。 作者听他讲完就开始帮他挖掘这个故事背后更深的意义, 朋友发现他之所以对这件事印象特别深, 是因为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很重要, 他第一次发现原来为别人做些什么能让自己这样幸福, 他破戒的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也产生这种幸福感, 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可以做的更多, 可以成为更重要的人。 后来朋友又分享了几个自己印象深刻的故事, 作者跟他一起梳理了这些故事, 并从中找到了一根叫做服务的金线, 这根金线贯穿于他的多数故事当中。 这就是发现为什么的第二步, 发现主题。 这一步要求我们通过跟他人分享和讨论自己的故事, 从中发现那些贯穿你人生的主题。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步骤, 根据前面梳理出的主题, 写出关于自己的为什么的一句话声明。 作者提醒我们, 这个一句话声明要清晰可操作, 重点关注你将对他人产生的影响, 你要把他用这样一个思路表达出来, 我要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这样一来能够对他人产生什么影响。 比如, 作者这位朋友最终找到的一句话声明是, 我要激发他人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巨大可能性, 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找到动力, 利用人生做更多的事情。 这就是这位朋友希望通过服务所做出的贡献, 以及这个贡献对他人的影响。 你应该注意到了, 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过程当中, 作者起到了引导审视的辅助作用。 书里建议, 如果你想要按照这三个步骤找到自己的为什么, 也需要选择一个伙伴来扮演作者的这个角色。 因为通常来看, 真正能全面审视你的故事, 并从中发现重要主题的人是你的伙伴, 而不是你自己。 在伙伴的选择方面, 作者建议, 不要选择那些对你太过熟悉的人, 比如你的配偶, 近亲或密友, 因为他们一般很难保持客观, 甚至可能会忍不住替你讲出你的故事, 或者纠正你讲的故事。 最好的人选, 是一个对你过去的故事不太了解, 但是让你感觉相处起来舒服, 愿意跟他分享个人经历的人。 那么, 我们该跟他们分享哪些故事呢? 很多人都会头疼这个问题, 感觉没有什么值得讲的。 书里提供了两个小方法, 帮我们挖掘自己的故事。 第一个方法是, 在纸中间画一条横线, 横线上方记录你认为快乐的回忆, 那些你非常乐意重温的故事。 每个只需要写几个字来概括就可以。 一个故事给你带来的积极影响越强, 你可以把它越往上画。 横线下方记录你不一定想重温, 但确实影响了你的人生的故事。 故事的位置越低, 它们的难度会对你的影响就越大。 当你要给你的伙伴讲故事的时候, 就选那些处于高峰和低谷的故事, 因为它们所承载的情绪最浓烈, 因此也最能清晰地指向你的为什么。 如果你觉得自己什么重要的故事都想不起来, 那么可以试试第二个方法, 记忆提示。 书里给出了一些参考, 我把它们整理成表格放在文稿里了, 你可以点开读一读, 看看能不能激发过往的一些记忆。 好, 把所有故事都罗列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对你影响最大的三个故事, 最先跟伙伴分享。 而伙伴要做的事情就是, 一边听你分享故事, 一边记笔记, 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 逼你透过表象深入思考, 帮你挖掘那些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想法, 这些就是形成你的为什么的基础。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心有疑问, 难道我所讲的所有故事都能被概括, 到同一个主题下面吗? 会不会太牵强了? 这个质疑是对的, 因为我们的不同故事反映出的主题不可能完全一样。 比如有可能你讲了三个故事, 有两个反映的主题是服务, 第三个反映的是长期主义, 那么根据作者的建议, 你可以把服务作为形成你的为什么的基础, 而把长期主义放进怎么做里面。 这个咱们后面还会讲到。 上面说的寻找为什么的三个步骤, 不光适用于个人, 也适用于公司或团体。 只不过在公司或团体的场景里, 收集故事的主体就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 伙伴这个角色也可以改为外部的咨询顾问。 好, 说完了如何找到你的为什么, 接下来我们说说如何制定怎么做。 回忆一下, 刚才我们从故事里找到了不止一个主题, 作者提醒说, 其实这些主题就是你的长处, 是你的伙伴帮你发现的一些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与众不同之处, 正是这些铺就了你成长进步的独特路径。 在这些主题当中, 出现最多次的那个已经变成了你的为什么, 而剩下的主题现在就要派上用场了。 比如长期主义这个主题, 要把它转化为怎么做, 就必须把它从一个形容词改写为一种行动。 比如你可以写着眼长远, 然后可以在它下面再附一些实践说明, 比如着眼于发展势头与趋势, 而非以任何数字和日期为目标, 或者是创造比人的一生更为持久的东西。 在确定了怎么做以后, 作者提醒, 请把它当作你做重要决定时的过滤器。 比如我们前面说的着眼长远, 其实就是作者自己的一项怎么做, 在日常工作中, 他会把这作为面对新项目或新机会时的一个判断标准。 举个例子, 曾经有一位高管找到他, 问他能不能把他们的组织打造成一个以人为本的企业。 作者对这个提案很感兴趣, 就进一步开始了解对方对合作方式的看法。 过程中对方告诉他, 要能很快见到成果, 董事才会同意投资。 这个时候, 作者心里亮起了一盏警示灯, 因为很快见到成果这种想法, 是跟着眼长远相违背的。 于是作者跟高管进一步了解了情况, 结果发现, 董事会的想法跟作者的多项怎么做, 也就是作者自己的行事原则发生了冲突。 所以, 虽然这家大企业原本可以成为作者的客户名单上很亮眼的一笔, 但他最终还是决定不参与这个项目。 作者认为, 当我们在面对一些重要的项目机会合作关系的时候, 用怎么做来过滤一遍, 能让我们更清楚未来哪里可能出现挑战或冲突, 以便提前沟通做好准备。 这个过程还可以反过来用, 比如你面对某一件事情, 就是觉得哪里不对, 但又没有办法确切指出是什么问题, 就可以尝试用怎么做清单来对照一遍, 看看能不能找到跟自己不合适的地方。 有的时候甚至就只是在心里过一遍怎么做清单, 都能够帮你立刻找到问题的证件所在。 好, 在找到了为什么, 确定了怎么做之后, 就可以把他们付诸行动了。 作者建议, 在下一次自我介绍, 或者有人问你你是做什么的时候, 就可以尝试从为什么开始来介绍自己。 最好加入一些故事, 让对方真切地感受到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为之坚守的是什么。 以上就是如何启动黄金圈思维 这本书里我想与你分享的重点内容, 我们来总结一下。 黄金圈思维要求我们在表达或决策的时候, 从为什么开始, 然后是怎么做, 最后再说具体的做什么或是什么。 书里把黄金圈思维的用途分成两类, 一类叫工具, 另一类叫拼图。 作为工具, 黄金圈能够帮助使用者更有效地影响或改造外部世界, 具体体现在演讲面试, 市场推广, 日常沟通等场景中。 作为拼图呢, 黄金圈能够帮助我们在做规划和具体决定的时候, 始终不忘初心, 不偏方向, 也能更容易地筛选或吸引那些跟自己相契合的人或组织。 关于如何启动黄金圈思维, 作者认为, 最关键的是要找到你的为什么, 也就是驱动每个企业, 每个个体保持奋斗的那个内在动机。 书里给出了三个主要步骤, 分别是收集故事, 发现主题, 还有撰写一句话声明。 今天我们在讲解这三个步骤的时候, 主要是以个人为主体来讲的。 一个团体如果想找到自己的为什么, 也大致遵循这三个步骤。 如果你想更具体地了解其中的操作细节, 欢迎点击文稿末尾的电子书, 进行拓展阅读。 最后, 关于黄金圈思维里, 作者认为最重要的这个为什么, 咱们再多说几句。 书里有一个比喻, 说, 为什么就像一根丝线, 既可以牵引出我们最好的一面, 又可以让我们获得最大的满足。 但是很多人会感觉, 给自己找到唯一的那个为什么好像太理想化了, 万一我没有呢? 或者有好几个呢? 在这本书的附录里, 作者回答了许多来自咨询者的疑问, 这些文字给了我们一个坚定的指引, 那就是, 每个人都有且只有一个为什么, 而找到他的唯一路径, 就是真诚。 一是真诚面对过去, 在记忆的长河里, 把那些遗失在淤泥里的, 碎金一般的重要时刻一点一点地找寻回来。 二是真诚面对伙伴, 敞开心扉, 跟他一起分享解密这些重要时刻。 三是真诚面对自己, 我们核心的那个自己是无论身处何处都不会改变的, 去寻找那些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里, 无论在瞬境还是逆境中, 都能让你感觉到激励与满足的瞬间。 这些便是帮你厘清为什么的最好助力。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你会看到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 也欢迎你点击红包分享按钮, 免费把这本书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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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